收到粉丝发过来一支电芯的机子 然后这是一个查码 看着是换过后玻璃的 然后反应充电是不太灵敏 实冲实不冲 像这种就是尾差度了 大家可以用牙签搓一搓 然后扬声器的话也是声音小 大家可以低点酒精 然后拿刷子刷 然后多刷几遍 然后再停停声音 如果还小的话 就在低点酒精再刷 然后这个机子屏幕是有点点摔到了 然后电子效率的话只有76了 然后我们采集看一下内部 然后内部的话有玻璃炸 就是换过后玻璃的机子 所以大家换过后玻璃 然后没有采集换的话 里面碎玻璃炸就会比较多 就帮大家尽量清一清 不然碎玻璃炸电子上面的话 会容易鼓包的 然后拿小吸尘器器一下 然后细细的尽量吸走 然后移植的是巨性3870的高容电芯 像这个旧电池的话 就是重建了2000多次 效率76 现在电芯就移植好了 然后要写一下底层数据 像苹果4E 下的话没有加密 都可以直接写底层数据 然后写完之后 它效率就会正常下降 就你如果没有写底层的话 你你用盒子随便刷新100 然后可能过几天就剩90多 或者剩80多 写底层的话就会正常下降 现在装机就是电池效率100 像沙漏的话也是全绿的 然后电池100 充电0次 像这个旧可标黄了 就直接扔掉 换个新的 然后就可以寄回去了